最近悬疑探案剧《九霄寒夜暖》正在《火肉播出》中,在最新的剧集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,那就是之前在《斯藤》中饰演过少眼宽的袁承杰,在《斯藤》中他可是人人喊打的无耻渣男,间接导致斯藤黑化的罪魁祸首。 而这次在《九霄寒夜暖》中饰演的《明灵人封阳》,一出场就感觉不是什么好货色,欺负婢女,也是间接导致石鹿青死亡的罪魁祸首。 袁承杰怎么总是在演渣男,虽然不是重要的角色,出场戏份也不是很多,但是可以看出他对表演的热爱,演技也是可圈可点的。 《斯藤》里的渣体现在哪里?在饰演《斯藤》里的少眼宽时真的让人气得牙痒痒,但是也不得不说他把少眼宽的斯文败类给演出来了。 在那个斯藤被秋山折磨的年代,他可是斯藤生命里唯一的救赎,但是当他知道斯藤本体后害怕离去时,那些之前对斯藤的温柔呵护都成为了假象。 斯藤因此分化为了两面,一面是还深爱着少眼宽的白鹰,一面是不相信少眼宽的斯藤。 他的扎是因为他太自私懦弱了,他一面喜欢着斯藤,一面又害怕斯藤会给他带来伤害,所以他娶了白鹰。 但是当白鹰努力学唱戏,化浓妆讨他欢心,与之前的斯藤天差地别时,他发现自己只是喜欢原来的那个俏皮可爱的斯藤,所以远离了白鹰。 白鹰无法理解为什么少眼宽会对他如此残忍,所以他把少眼宽去了,二房杀死了。 少眼宽感到了对白鹰的恐惧,所以联手秋山对付他。 斯藤后来为什么会喜欢上秦放,不仅仅是因为秦放对他的好,而是因为秦放没有发自内心的恐惧他,而是心疼他。 九霄寒夜暖中的坏体现在哪里? 九霄寒夜暖,已经进入到第三案,黄魂案,而被害者就是戏剧班里的明爵,石禄青,本来已经判定为自杀,现在却黄魂杀人,将袁承杰饰演的人蜂羊与婢女先后杀死。 背后的真相会是什么呢? 袁承杰饰演的人蜂羊一出场就将他的坏体现得淋漓尽致,先是欺负想要唱戏的婢女,污蔑石禄青名声,然后恐吓婢女不要说出当年事情,最后自己死在了唱台上,他与石禄青当年的死脱不了关系,背后之人肯定是在帮石禄青报仇。 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样?还是得看剧情的发展,相信苏九儿与汉征联手很快就能揪出幕后凶手,让死去的石禄青能够瞑目。